我叫张家智,是个药店的小商人员 让我具有大梦想 就是以后成为小老板,开自己的小店铺 所以我从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省钱大计 钱从哪儿省呢,就是对自己特别口 衣服只穿60块钱以内的 饭只是8块钱的冷面,出着米线 但朋友在一起,我永远是那个抢着买单的人 无人买单 对男朋友,我也从来不仅仅计较 对待家人,我就更不会抠了 因为他们把我养大真是太不容易了 14岁,我就一个人出来大工了 做的都是每天要干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 只要能挣钱,什么苦我都能吃 大不了累了,来两瓶白酒 倒都一睡,醒来还是一条好汉 现场的男嘉宾有比我抠的,比我能吃苦的,比我能喝的 通通下来给我比划比划 好像在这个短片当中也没看出来到底奔谁来 丸子哥,啥感觉 三号 我看他要当老板娘 我这一块行啊 正好缺老板娘 只是奔我来的 只是来给我当老板娘的 这家就越来越觉得 就感觉又追究到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